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豆子不分地域成了中国人的心头号 一场场主食的烹饪魔术 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上演 水稻变身米粉 广西螺丝粉 贵州羊肉粉 江西南昌拌粉 白粉齐放 小麦变身各式面食 山东的馒头 甘肃的牛肉面 陕西的馍 面面俱到 豆子变身豆制品 安徽的毛豆腐 长沙的臭豆腐 北京的豆腐乳 碎碎有福 这三样食材虽然模样不同 烹饪技法千变万化 却要经历同样的变身过程 那就是成为皮 并且以皮的形态圈粉无数 米皮 面皮 豆皮 各地的手艺人 不仅制皮技艺了得 调味亦有心得 爽滑口感 润心甜 世代相传 成经典 皮上见功夫 凉皮的凉 决定了它与炎热的夏季 缘分不浅 当高温让人失去胃口 陕西人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 来碗凉皮 凉皮 起源于陕西关中地区的传统面食 它是个大家族 擀面皮 酿皮 米皮 面皮 统称凉皮 虽都叫凉皮 但按原材料划分 就分成了大米派和小麦派 在陕西 稻米是一种比小麦更金贵的食物 以前的人们舍不得大碗吃喝 就把稻米做成米皮 这样一碗米皮 就可以既荡菜又荡饭 想要吃到正宗的陕西米皮 一定得到西安市护义区秦渡镇 因为这里 有一碗西安人不吃就想得慌的秦镇米皮 秦陵北路 丰河西岸的稻谷 成就了秦镇米皮 唇香柔韧的口感 吕建立的米皮店 开在秦渡镇秦三村 不欺眼的巷子一角 却从不担心巷子深 羊皮是光光的滑滑的 就是很糯也很劲道 就符合口感他们的需求 在这吃还是对 在这吃 你在那里 好 呀 吃 去 河 就 对 我 放我 有 没 了 吕建立五十五岁 从济世起 家里就以开米皮店为生 究竟传承了几代 他说不清 每天他看起来悠悠闲闲 似对店铺的管理并不上心 可实际上 他掌控着米皮质量的两大关键 都是亲力亲为 第一大关键是水和米的配比 来 米回来 先米 吕建立用来制作米皮的 都是当季的优质鲜米 因为早稻和晚稻在质地上 都会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店里每新到一批米 它都会亲自动手做第一批米皮 调整出水和米的最佳配比 之后再交给帮厨 依葫芦画瓢 水源来自秦岭上的山泉 甘甜清烈 秦镇人用这里的水调和米浆 蒸出来的米皮 才拥有了独特的口感 浓稠的新鲜米浆 用烧开的山泉水调和搅拌至微微透亮 再将调好的米浆浇到蒸盘的纱布上 来回摇匀 让米浆通过自身的张力 均匀地附着开 这样蒸出来的米皮 才会薄厚一致 口感统一 刚出蒸笼的热米皮就可以食用 不过稍显绵软 容易粘连 大多人喜欢放凉再吃 这样口感更顺滑弹牙 因此也被称为勤震凉皮 米皮的好坏 别人需要吃到嘴里才能品出一样 屡见利却仅凭目测和指尖的触感 就能一清二楚 透光程度能看出米皮的厚薄 压一压能感觉出米皮的紧致程度 扯一扯能验证米皮的弹性 这是筋道口感的保证 这把刀已有几十年历史 通体由金刚断制而成 重十五公斤 屡见利耍得得心应手 刀身起伏 米皮迎刃而开 化作一根根整整齐齐的晶莹玉带 好水酿好皮 米皮已经大功告成 第二个关键是红油 对于重口的西安人 米皮口感稍显温和清淡 必须浇上红通通的勤震红油 才能吃痛快 每道需要制作红油了 屡见利就会烧上一大锅菜籽油 端进小制作间里 自己一个人完成 这个香料放的时候肯定有讲究 什么都放 掌握得好的话 它辣椒肉出来的特别香 最后制作出来的成品辣椒油 色泽成红 气味内敛 要到吃下去的那一刻 才会集中爆发 一碗简简单单的勤震米皮 不仅深受街坊四邻的喜爱 还吸引了不少城里人 这家店距离西安市区近三十公里 每逢节假日 开车来吃米皮的食客 络绎不绝 生意比平时更火爆几倍 很多食客到店之后 先会迫不及待地叠上两碗 临别时还会打包几分 回去与亲朋好友一同分享 凉皮姜糊不止米皮一枝独秀 以小麦为原料做成的凉皮也光芒四射 小麦通常分为春小麦和冬小麦 都是六到七个月成熟 唯独关中小麦要经历春夏秋冬四季 漫长的成长期充足的日照 复兮的土壤造就了筋道甘甜的关中小麦 人们把这份得天独厚的馈赠 也做成了皮 由小麦做成的凉皮 在中国各有特色 在内蒙古巴雁闹尔 放了腌酸菜的巴蒙酿皮 是宴请宾客的地方名菜 在宁夏 大五口凉皮看上去总是红彤彤的 在河南濮阳 凉皮更是可以卷一切成为凉皮卷 对食物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 让人们生发出将水到小麦 制成皮的创造力 而这颗充满活力的种子 竟随着中原美食的千禧之路 飘到了昌吉 并早已在奇台的早餐界 打下了一片天地 今秋十月 放眼田野 黄灿灿的麦田无边无际 这预示着又是一年大丰收 齐台地除温带荒漠区 具有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特征 春夏两季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特殊的水纹气候 培育出春小麦 力大饱满 腹钩较浅 色泽金黄油亮 用当地小麦没出的面粉 富含蛋白质 精度相较一般的同类面粉更高 面香味也更加浓郁 优质的面粉为一场面食的魔术提供了舞台 天色尚早 像往常一样 杨德忠带着任务出了门 齐台果蔬批发市场 是当地美食圈的高人们日常行走的江湖 来挑牛肉的大厨店长们 需要眼疾手快 看到心仪的牛肉部位 就要迅速切下拿走 一看一摸一闻 杨德忠便能找出最优秀的牛肉部位 不过和很多专做肉菜的店家不同 他来挑肉 只是为了给店里的一样面食做陪衬 我们奶奶传给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又传给我妈 一直就这样做 好的很 口感特别好 面粉也好 面粉不好 做不出来这个口感 面粉就是选我们期待一些 当地产生最好的面粉 而且是最悲的面粉 一级面粉 特级粉 和面食加入的蓬灰含碱性物质 让面团呈现出微黄的颜色 所以这道美食叫做黄面凉皮 小麦油粉变团 这只是形态变化的初级阶段 用清水搓洗 面团中的淀粉吸出 植物蛋白质连结成胶状 就出现了两种新的形态 面浆和面筋 面浆是制作凉皮的材料 而面筋更是凉皮的绝配 这个就是刚才洗出来那个面筋 那个最精华的东西 就可以做面筋 现在把这个放到开水锅里面 蒸 蒸一个小时 面筋就OK了 面筋入锅 意味着制作凉皮的功夫就要上演 铁盘上油 倒入面浆 仔细地滚动摊匀 动作不停 脚下一步 把铁盘置于滚水之上 一开始只是若急若离 利用蒸汽的热度给铁盘升温 当面浆的流速放缓 说明下层已经凝固 迅速让铁盘飘于滚水 盖上锅盖大火蒸制 等到锅里传来面皮膨胀发出的闷响 半透明的凉皮就已蒸好 要是急于接起 一切就将功亏一篑 必须漂在冷水表面继续翻转 看到凉皮微微收缩时 才能一蹴而就 接皮而起 接出的面皮慢慢放凉 才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凉皮 此时面筋也已出锅 分别切条成鱼碗 凉皮的弹爽与面筋的松嫩相得一张 一种食材两种食物 黄面凉皮的口感已经定型 鲜辣的口味则依靠杨德中家秘制的料汁 高汤 蒜油 再加上精心调配的辣子 一碗黄面凉皮 配几串烤牛肉 对很多其他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早晨最舒服的打开方式 来口味后来面上了你了 来口味后面考虑它好了 来口味后面考虑它好了 来 拍你 你来吃吧 关中移民带来的美食基因 缓缓流入地方口味的血脉 与齐台这座小城结缘 在小麦的加持下 成就了一场关于面粉变身面皮的主食魔术 一碗面皮唤醒了齐台人的早晨 同样是早餐 由豆子幻化而成的豆皮 则被武汉人吃出了满满的仪式感 晨曦出路 武汉的大街小巷 铺陈开来的早餐店 已是蒸汽弥漫 这座城市清晨中最为隆重的仪式 过早 就此开始 过早是武汉特有的词汇 是吃早餐的俗称 在中国 似乎只有遇到特别隆重的事情时 才会使用过字 譬如过年过节 由此可见 武汉人将早餐当成一件大事 隆重而丰盛 出门过早 源于晚清年间汉口开步而兴起的码头文化 在繁忙的码头航站 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 起午更睡半夜 久而久之 时间的仓促让出门过早 在这片土地上发酵开来 码头文化 为武汉的过早提供了发芽的土壤 而到了现在 由于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加之武汉三镇的特殊地理位置分布 使得人们工作学习的场所 与居住地区域划分明显 让过早这一习惯 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做早餐的店家们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把小小的早餐 做出了大大的学问 只为满足武汉人的过早需求 豆皮作为唤醒 这座早餐之都的闹铃 成为武汉人过早的理想选择 从豆浆向豆腐转变的过程中 大豆的油脂会在豆浆表面 形成一张薄薄的膜 这就是豆皮 在中国 从南到北 都有豆腐皮的粉丝 虽说豆腐皮也叫豆皮 但武汉的豆皮 却不止一张皮那么简单 它专指一种早点 豆皮在油的催化下 丰富而浓郁的味道 令人无法抗拒 与吃热干面的风卷残云不同 豆皮 这一存在于武汉街头巷尾的美食 吃起来稍显悠显 形方而薄 色金而黄 味香而醉 三者合一 是检验三鲜豆皮 是否纯正的标准 一块豆皮只有掌心大小 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配料 以及挤卤 蒸 炒 烫鱼一体的复杂工艺 可以称得上 小身材蕴含大文章 简单食材造就纷繁美味 汉阳西大街 一条被老武汉人熟知的过早街 这里有一家远近闻名的 无名豆皮店 小小的摊内 一块十克相赠的牌匾 悬于其上 从此变成了这家小店 响当当的名字 老板徐志刚 试成中华老字号 老通城 他勤勤恳恳地拜师学艺 完美延续了这家豆皮 标杆性老店的传统记忆 皮薄 姜青 火公正 是制作一份好豆皮的基本功 原始工艺的制作 全凭经验的积累 摊平米豆浆 要靠手上这个棒壳 这是做豆皮的专用工具 也是保证 豆皮薄而均匀的 不二选择 棒壳的弧度 与铁锅十分贴合 摊出的豆皮 更光润鲜薄 这看似简单的操作 是老师傅所传承的记忆 需要足够的功夫才能驾驭 制作工序的繁复 远不及准备工作的辛苦 这一点 徐志刚从学艺的第一天就深有体会 现在走的过程当中 要继续想这样的放弃 但是想到这是一种传承的老手艺 要将它发扬下去 要重新要坚持了这份恒心将它走下去 每天凌晨 徐志刚和妻子周洪菊 就要着手一天的准备工作 姜是豆皮造型的关键 黄豆、绿豆、大米 要头一天便浸泡好 研习传统的制作方法 这一步至关重要 五百克大米成江后是一千一百克 这个比例必须恰准 以保证皮子的厚度均匀 精选的当地产糯米在木桶中铺盏 打下数个小孔 等待着水与火的加持 经过卤水的浸泡 糯米鲜润入味 这时候 周洪菊有条不紊地开始准备豆皮的精华 扫子 炸香生姜 逼出肥肉丁的油脂 下香肝煸炒 用老抽上骰 再加上鲜肉 鲜菇 鲜笋 这三味三鲜豆皮 传承已久的搭配 三种原料制成的扫子混合在豆皮里 三种鲜味胶汁渗透进软嫩的糯米中 细腻的口感 鲜香的味道 这才称得上经典口味的三鲜豆皮 分工明确 忙中不乱 徐志刚与妻子数十年的默契配合 为食客们奉献了一锅又一锅美味 我们不管是春夏秋冬 就是说一年时机 我们都是保存食材的新鲜 都是当天 准备当天的食材 像妈妈给业的东西 所以每天都起得比较早 徐志刚夫妻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老手艺 从四简十凡的传统工艺出发 再现往来时刻心中 最本真的味觉回忆 执着地坚守 只为给千千万万过早人 带去最纯正的百年老味道 从南到北 从西北小城到长江重镇 关于皮的主食魔法 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城市的烟火器 也在寻常食材的 制皮记忆里生腾 幻化出别样口感 给人们带来了美味 更带来了美好心情 道骨 小麦 能够突破自身 拥有全新的形态 这背后是烹饪者的智慧 和日复一日 练就的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